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過去兩天我沒有做到節目 究竟是去了哪裡呢? 大家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實情我在Youtube的社群都有交代過 就是兩天之前我就開始病了 故事都沒有辦法集中精神去做節目 經過了兩天的休息以後 去到今天下午 似乎的情況都有所舒緩 所以就可以繼續錄節目 多謝大家在Facebook和Patreon的留言 以及Facebook的私訊問候和關心 大家都很有心 多謝 今天這一節首先想說一下 彭博社引述了消息人士所說 就說特朗普的幕僚 其實已經制定好了一份制裁名單 而當中榜上有名的 就包括了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不過去到最後一刻 就由特朗普叫停了相關制裁 消息人士也說到 儘管特朗普現在不執行相關制裁也好 稍後仍然有可能改變決定 不過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 聽到消息以後 馬上就否定了彭博的消息 他就說特朗普並沒有排除 就著香港和其他問題 進一步制裁中共高層官員的決定 如果將彭博社那篇報導 連白宮發言人的說法 拼在一起看的時候 當然現階段來說 的確特朗普沒有執行相關制裁 但也不能排除下一階段 會執行相關制裁決定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日子 越來越接近 我就傾向相信 會有更多針對香港的措施會出台 因為特朗普也很需要 在這短短的三四個月裏面 扭轉他的選情 能夠扭轉他選情的方法 其實就不是太多了 你說叫他能夠在11月之前 平息整個疫情 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故此他也需要在其他議題上 尋找一個缺口 其中一個議題 他相當重視 相信就是香港問題 尤其是特朗普在前天 簽署了一道行政命令 就是要將所謂的美港關係正常化 即是要將所有美國對於香港的優待 撕走他 那裡頭涵蓋了十幾大範疇 我就不逐一在說 雖然目前你也說 還未涉及到有關金融的範疇 不過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關於特區護照原有的優待 就是沒有了 就是要將特區護照視之為 和中國護照一模一樣 故此遲些特區護照的持有人 去申請美國簽證的時候 無論在審批的難度 或者是等候時間方面 都很肯定是會有所上升 故此我就相信 在特朗普的團隊眼中 香港問題就已經變成了 他們競逐連任的 其中一個相當重視的議題 至於在香港方面 官員和建制派又如何回應 首先看看林鄭 她昨天在出席香港開電視的節目 聲東擊西的時候 被問及到 到底是否擔心被美國 或者其他國家針對 甚至被制裁 林鄭說自己已經被點名 她也知道被點名 但是她並不害怕 因為她在美國沒有資產 亦不嚮往去美國 不發簽證就不去 她說這番說話 看似是 鬆容不逼 和面不改容 但是 亦反映得出 根本上她是毫無選擇 她作為一個地方的行政首長 她也只能說這些門面的說法 當然她也不可能對公眾說 說她是很擔心 或者是很懼怕 這是不切實際的 當然我亦相信 她是不會有這些感覺 林鄭這番說法 其實以往葉劉也有說過類似的事情 就說只要以後不去美國 或者是一早處理好在美國的資產 那就沒有問題 但是 這種說法某程度上 是有多少避重就輕 因為大家可以看回美國那條香港自治法的文本 裏頭有一項條款 就是針對金融機構實施的二次制裁 就是說 若然某一家的銀行或者金融機構 在明知的情況下 仍然和那些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的個人或者組織 是有生意來往的話 那家機構同樣都會被制裁 如果特朗普真的實施制裁起來的時候 那到時 除非你說中美之間的金融系統 真是全面脫鉤 否則的話 有哪一家的銀行 是會願意為那些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的人 提供服務才行 那到時 若然林鄭真是榜上有名 這麼不幸 那難道到時出糧怎麼出呢 那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是不是由副務處直接把現金運送去禮賓府 還是 香港原來有一家的持牌銀行 他們就說明了 是不怕遭受到美國的制裁 仍然是要為那些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的人 提供服務的 那 目前香港有沒有一家這樣的銀行 暫時未見到 所以 都要考慮一些很實在的問題 當然 現在暫時被寵就輕 就沒有說到 而且 美國一旦去實施制裁決定的時候 他會不會運用自身的影響力 去影響其他西方文明國家呢 如果真的有些西方國家去跟隨這個決定的時候 首先最嚴重影響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行政長官以後要出外進行訪問的時候 就會遭受到很大的阻礙 比如說他不能夠前往美國進行訪問 或者是前往實施制裁的國家進行訪問 以及不能夠過境這些國家 若然實施制裁的國家越多 行政長官能夠出訪的選擇就越少了 行政長官本身就是代表著香港 走去其他國家進行經貿交流 或者文化交流 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樣到時候是否首先是職能上的實踐 就有一個相當大的影響 另外還有什麼呢 就是以後入職的公務員或者紀律部隊 他也要擔憂一件事 就是當他升級到一些首長級的職位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執行了某些職務 而觸犯到美國的底線 然後遭到國際的制裁呢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其實就是無妄之災 故此新入職的人其實都會考慮這件事 否則會帶來一些出行的不便 或者是使用銀行服務上的不便 諸如此類的東西 當然啦 現職的公務員就不考慮得那麼多 因為沒理由因為這些擔憂而走去 劈砲不幹的 但是未入職的人士 他們就可能會是多一重考慮 當然啦 其實我也相信一句說話 叫做重想之下必有勇夫 擔任公務員由於有一個高薪厚 始終來說 就算面臨著這個 相對極小的風險也好 都仍然會有很多人去報名 這就不構成什麼大問題 始終 另外我們又看看建制派怎樣回應 昨天建制派全體開了一個記者會 正在回應美國對香港實施的制裁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說到 一個國家有立法權的 但是以立法去影響干預其他主權國家的內政 這就是迂法不合 更加是顯得出的實際需要 他就說 特區政府和全體的建制派議員 都不會懼怕美方制裁 是會全力支持香港的國安法落實 也都會支持國家採取一切 合理合法的反制措施 對於這個反制措施 其實很多市民都在期待當中 究竟中國是會使出什麼招數和板斧 來應對美國的所謂制裁 這當然是所有的中華兒女都在期待當中 另外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說 他就說 儘管美國取消了香港的所謂最惠國待遇 實際影響輕微 這就有點政治不正確 最惠國 因為香港就不是國 其實最好不要說最惠國 避免有所誤會產生 最優惠待遇可不可以 最惠國始終是政治不正確 葉劉這方面就要再去注意一下 不可以拿起國 因為香港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葉劉身為行政立法兩會議員 就應該是有所警覺才是 他還說 特區政府應該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 我又好奇了 怎樣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呢 美國制裁就早有先例 他先後制裁了伊朗、朝鮮、敘利亞等國家 這些國家怎樣投訴呢 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 世貿易組織是處理這方面的投訴嗎 到底他在說什麼呢 當然 他就需要提供更多的資訊出來給市民來參考 評論一下 否則你只是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 簡直就是象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